第一次 疫情衝擊 產地突圍 小農求生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這是樂際科西歐代 翻轉傳統 攤商轉型自救 我覺得給往後一個機會 趨勢就是這樣慢慢在改 我們要跟著走 雲端消費 新時代來臨 我們兩位的便當 請要100元 然後請你拉 我們快一身走再看 逆風前行 疫情經濟學 你好 我是陳喜君 歡迎收看華視新聞雜誌 2021年 台灣歷經一場疫情三起風暴 致興人們與病毒共存的危機 仍然尚未解除 這段期間 民眾減少出門 無論是消費習慣或用餐行為 都出現了巨幅變化 多數民眾在家用餐的頻率大增 而餐飲業者在困境中求生存 更必須朝線上拓展客源 無論是外帶或外送 都成為開發多元營收的模式 疫情如何加速餐飲業的轉型腳步 當你以為餐飲業者沒戲唱的同時 他們怎麼在空中做生意 而疫情趨緩後 消費者還能回到 在餐廳內大旦美食的過去嗎 跟著鏡頭 我們一起推開店門 深入觀察 比較擔心的是不是撐啊 甚至到現在是不知道要撐多久 在業過往的時候 我在做這八年 沒有遇過這麼有機會的事情 疫情開始就兩個月都沒有開了 加租金 押金那些破一百多萬 可是怎麼知道 第四天的營業額 才七百三十五塊 我永遠都記得 你好 美味的便當 只要一百元 這幾個月來 已經算是 借錢 借蠻多的 對 對 有借到快上百萬 兩百 2021年 疫情挑戰 也是餐飲業的生存之戰 輸贏勝負 許多店家都在苦思 如何轉型 過去強調著 美食體驗與人際互動 疫情洪流之下 想打破開店零收入的困境 他們被迫走上街頭 疫情期間 台北市東區的市民大道上 多了不一樣的風景 你好 你好 你們有這個便當 只要一百元 都是美食 歡迎吃口菜菜 你好 背著牌子 不斷九十度鞠躬 試著抓住過路客的目光 他是居酒屋員工 吳維華 店內收入沒了 菜色菜單 都得打掉重裂 轉做平家便當外帶 非常時期 他還站上店門口的花圃 彎腰鞠躬 拼生意上門 不到五分鐘 太陽底下不用五分鐘 每天午晚餐的黃金時段 都看得到他的身影 面對不穩定的天氣 常要吹風淋雨賣便當 兩個月來 身體早就習以為常 你一天喝這個 這麼大罐的大概 我要喝三罐 這大概兩千六左右 我好像看到這個 這什麼 真的是 因為已經被聲音了 因為老闆他要撐的 員工很多 我們能不能的 每個月的生活費 都躺在他一個人的肩上 可是他並沒有縮減 我們的荷包 很幸福了 好幸福 好幸福 每位的冰湯 只要一百元 都要注意到喔 歡迎參考 疫情下日子有多難過 忘門心探 等不到客人 這種心情 他們最能體會 洪雨捷開了一間燒烤店 六年來 總是用熱騰騰食物 招攬客人上門 三級警戒的兩個月 他沒有開店 烤爐都蒙了一層灰 環境都還很髒這樣子 那這冷凍的東西也是 反正開店的時候 就要全部都丟掉了 因為這都不能用了 自己都不敢吃了 怎麼敢賣客人呢 夏天是營業旺季 卻成了他的寒冬 過去他的餐點 強調新鮮內用 沒讓客人外送外帶 但面對三級警戒衝擊 他很快就宣告敗政 想生存變得如此困難 我們這個都做吃到飽 你要做外帶實在是不好吃 沒有辦法 大家都是只能賣身材器具 這樣子換一點陷阱 三級警戒從7月27號起 降為二級 不過在這兩個多月期間 其實已經有不少的 知名美食老店 因為穿不住資金的壓力 無欲錦錫燈 沸騰的大鍋 十幾種中藥燉煮出香濃湯汁 飽含著肉汁精華 負責掌勺的是知名 燉補湯品老店老闆李嘉美 2021年5月 原本在萬華剝皮寮擺攤的他 借了一大筆錢 成租新店面 哪知道搬遷第三天 就碰上疫情射下的難關 食物沒辦法賣 他轉了個彎 決定捐出去 內臟全部都倒掉了 東西都倒掉很浪費 冰箱冷凍加排骨跟豬腳 有超過兩百斤 但熱騰騰的麻油雞湯 怕袋子破又怕灑出來 李嘉美用真空包 送出愛心滿滿的食材 卻誤打誤撞 找到搶救老店的另一條出路 那時候只是給他們用耐熱袋裝 那它只要冷凍它會膨脹 膨脹之後它那個耐熱袋 它就會裂 有想到說社工可能要分配的時候 非常不方便 那我想說那我是不是要來看看真空包 吃到人會覺得說 怎麼你捐的東西 怎麼袋子破掉還是什麼 我也不好意思 就來研究真空包看看 我就娶我自己叫做地獄倒霉鬼 好不容易快三個禮拜 真空包全部都研究好了 可以販售的時候 客人也都下單了 要準備出貨的時候 哇遇到黑貓 那個低溫宅配 它不配送 然後我覺得說 為什麼什麼事好像都不順 可是又覺得順的時候 又不順了 其實剛開始我的心裡是有點生氣的 我就覺得我們店裡就沒錢了 你怎麼還要捐 可是後來證明它是對的 她把愛分享出去 我就最後她得到回想 真的很棒 然後我們可以重溫下來 這個過程好煎熬 真的很煎熬 從轉念到付諸行動 讓經營模式從地獄飛上雲端 透過社群粉絲專業 簡單的訂購表格 生意漸漸有了起色 現在燉補湯品真空包 一天可以賺進5000元收入 終於一掃一天只賺735塊的櫻霾 疫情衝擊之下 全台有超過8000間的餐廳 每週平均營業額剩下不到四成 消費者的內用習慣被迫改變 而當許多的業者還在思考 到底要不要做外送外帶 轉眼間已成了非做不可 外送員進進出出 取單交單的好多雙手 抬起又放下 這裡是老闆James雲端餐廳的實體店 看到台灣餐飲業趨勢 他跟上流行腳步 把過去開的四間餐廳 在今年集中為一間 成為跨美式 台式和日式的新型態店家 過去常用這種人工化菜單的方式 不過餐廳業者求轉型 其實現在可以直接用科技輔助管理菜單 櫃台上六台平板電腦 從顧客下單 店家收單 整理訂單到美食出貨 通通數位化 不用靠手寫 動動滑鼠 翻桌率 萊克樹等資料 直接分析 快速掌握業績 省去店家 許多利息 只看外送這件事情 我每天大概至少一百五千單以上 我們其實比原本大概多了 大概幾發出貨 但是賺錢比原本少 這件事情是很現實的事 但如果沒有它 我們也做不到生意 因為消費者可能是在 三公里左右的地方 過去客人聞著食物香氣尋上門 現在消費者滑著手機 在網路選擇店家點餐 外送數字成長 但更多顧客傾向線上點餐 到店自取 就我們整理我們八千間 中小型業者探訓的數據顯示 就外送來講 外送其實有大幅的增加 從1變1.5 但是外帶 特別是線上外帶 它從1變成了7 所以可以看到說 不同通路之間 對店家扮演了不同救命果的角色 擅長外送的店家 外送表現非常非常好 沒有外送平台那麼好的店家 就會積極的發展線上外帶 統計顯示2021年5月到7月 線上外帶交易量就成長了7倍 搶工雲端商機 首先就要找到客人 我先靠身邊朋友去幫我來 願意點 點第一次 點了之後當然朋友立場 基本上不會給我們太快的評價 就是我也給你一些優惠 這樣來回去讓我的 至少點擊這件事情變高滿多的 訂餐平台上 店家點擊數變高 就容易被更多客人看見 這波疫情來臨前 提早展開布局的業者 持續發揮創意轉型 像是知名燒烤業者 更是把顧客從消費者 變成訂閱者 每個月固定消費 客人在店裡面體驗 就是帶到家裡面去 我們會叫他店長 所有的器具通通一整套 就會送到你家裡面 還有每個月固定就會有一個燒肉的套子 寄到你家裡面這樣 2021年 玩影音 學科技 成了每個人的必修可 數位背後 其實代表是很多新的連結的可能性 過去你是人跟人之間的連結 可是在數位時代 你要想的是比較多元連結的方法 包括透過自己的電子商務 透過新的通路 或是透過UberEat的品牌 你要開始思考的是多元通路的一個開發 跟建立不同客群 全新的連結關係 怎麼去維繫我們品牌 甚至幫品牌創造第二條成長曲線 隨著疫情趨緩 各縣市陸續開放餐廳內用 未來一般民眾是否願意在上門 坐在店內享用餐食 應該比較不可能 為什麼 怕感染啊 因為再怎麼樣我們房 可是別人也許不是像我們說很注重啊 那外面被感染不是很划不來嗎 因為現在叫外送也蠻方便的 也不一定說要接觸外送員 有點想念在外面吃飯的日子 因為很多餐廳都是內用會比較好吃 換句話說 業者要考慮把安心和方便變成生意 教育者需求會持續強化 在對於要乾淨 對於要平價 對於要便利的這些需求 其實是不會改變的 不管是食物 服務或電物 業者想方設法 快速整軍 這疫情幫餐飲業打了一個AZ的疫苗 步驟非常強烈 非常不適應有些店家 沒辦法通過這一段 但接下來就會變更強 挑戰更快速變化的餐飲環境 讓科技變成我們的工具 而不是變成一個障礙 餐飲業過往的時候 我在做這八年沒有遇過這麼有機會的事情 你能不能在新的這個潮流 然後外送市場或是從它的不同方向 就大家能不能看到那些渺小的機會 你能否趕快想通 看看有沒有機會 然後重新來過 不單全只是數位化的問題 而是包括實體跟虛擬通路 你都要如何頭部去做調整跟意義 如何經營所謂顧客的忠誠度 我們認為不只是新餐廳要學習 老牌餐廳也要學 疫情是危機也是最巨大的商機 店家們得摸索出一套求生之道 重新調整腳步 擦亮自己的店招牌 也才能拉近和消費者 加州餐桌的距離 疫情是危機 但也是巨大轉機 從消費市場到產地 各行各業如何求生自救 又如何掀起一場意外的雲端革命 疫情經濟學系列報導 下個單元帶您來觀察 原本最傳統的市場 如何靠科技救命 更多內容稍後回到華視新聞雜誌 開始的時候我並不敢加入 因為我覺得那時候我人手不夠 剛好吞上疫情 我請問你們不要幫忙 所以就這樣就做起來了 半斤的切了雞肉 好 謝謝老闆娘 謝謝 拜拜 拜拜 我覺得給網路一個機會 也有可能傳統市場 我覺得會不見 歡迎回到華視新聞雜誌 剛剛看到 許多民眾的消費習慣正在改變 但家庭主婦 最愛去採買的傳統市場 會跟著翻轉嗎 記者前往台北市的南門 松江 光復和市東市場 就發現兩大平台的外送員 來回穿梭 幫民眾買菜送菜 形成了最特殊的風景 消費者從廣屋下單 外送員將傳統市場的 生鮮食材快速送到家 已經是病毒肆虐年代的 消費新模式 而過去 號召團購省運費的食品業者 也趁著這波疫情開發新產品 並與便利商店合作 用電 倒電取代過去宅配模式 不但為消費者省去不少運費 也讓業者推廣雲端消費 多了更多機會 疫情下的市場數位革命 一塊來了解 便利商店平台是不會塞車 它的運費都是100塊 跟其他的物流業者比起來是便宜的 操作靈活度非常的高 越多的人流進來是越好的 疫情促使市場數位化 你光靠傳統市場 支幣就要沒落 外出一律戴口罩 實名制還得打卡才能進入市內採買的年代 市場轉型 從傳統到市位的陣痛 該怎麼縮短時程 快速進行 上市場採買打卡實名制 已經成為台灣人的日常 現在如果你想買到新鮮的食材 又不想人幾人的話 外送品牌他們也進駐了傳統市場 成為家庭主婦的好幫手 總共有三個攤商 兩份蔬菜一份熟食 老闆 一份紅蘿蔔 我要一份高麗菜 小黃瓜跟青花菜 不想進入傳統市場內採購的民眾 現在藉由網路下單 外送品牌的小幫手承攬 完成買菜任務 半斤的切的雞肉 好 謝謝老闆娘 謝謝 趕快 拜拜 這樣這一單就好了是不是 對啊 這一單就好了 我們就等外送員來拿過去就可以了 疫情蔓延的年代 全副武裝買菜 大家洗以為常 也已經是台灣生活的日常 嗨 妳好 好 這樣怎麼都吃一樣 有 謝謝 趕快上去 那個用左邊就是了 對 趕快上去 對 從下單 撿貨到出貨 分工合作 緩緩響口 市場對外送員來說 等同迷宮 不熟悉動線 才要加快速度 有些困難 三塊 哇 好遠喔 來弄雪椒的花子一碗 比我的車好遠喔 以前從我市場是沒有服務的 那就是買牛肉 兩大外送業者進入傳統市場 以科技知名顛覆購買習慣 推劃過去的緩步 加速 數位腳步 這個我去送囉 好 叔叔 有單子 謝謝 順便把 就是店家做好的一些貨 然後拿回去 先拿蔬菜 因為蔬菜比較多 都好了嗎 對 我直接拿回去 可以嗎 可以可以 沒有問題 不會 很多耶 對啊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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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的時候 我 我並不敢加入 因為我覺得那時候 我人手不夠 剛好吞上疫情 我請我女兒回來幫忙 所以就這樣就做起來 好 沒有就這一個 OK了 早上貨回來 我們就趕快 把菜先整理好 這樣子的話要搶時間 好 謝謝 謝謝 理貨小幫手 在早逝的繁忙時段 主導整個外送的流暢度 可以嗎 可以可以 好 謝謝 謝謝 曾經秉持觀望態度的攤商 現在才知道 原來科技是開發新客戶的 催化技 我們自己也會上網買東西 那我們我太太會想說 那我們來嘗試看看 這樣泥場我們都會飄掉 小細節處理的更貼心 往往能留住 許多網路上的 過路客 疫情關係大家買得多 阿冰的酒 如果你需要冰酒一點 那我們就是幫你做成功 曾經有想過有一天 也可以用網路來賣豬肉嗎 有 因為這是未來年輕人的趨勢 我覺得給網路一個機會 也有可能成本市場 我覺得會不見 江生鮮蔬果 宅配到家 看似方便快速 卻未必每個攤商 都認同這樣的發展路徑 覺得還好 不會 平常先就好 還是習慣傳統市場 打折家運費其實差不了多少 你也要用網路買菜嗎 我送他不會 他不會嗎 年輕人比較會 但時間可以不用出門 可是我們理市場近 買一些就回去嗎 網路下單他要打折 不要啊 老人家不會下單 現買比較快 吃飽留態度看待網路買菜的 未來發展或許和年齡有關 主客觀因素都有可能產生 認知和數位落差 我昨天沒有加入那個人 對啊 為什麼不加入 你剛才沒有加入 是我們時間常放在洗碗裡 那一張單位讓我們進去 二樓太小二樓比較好看 二樓太小二樓 物流與金流的轉型 都是傳統市場在疫情時代 要積極面對的問題 台北市市場處的電子支付計畫 從2018年展開 以實體悠遊卡起了開端 當年只有實處市場150攤 設置比例不到2% 到了2021年5月 已經有45處市場超過5700攤 提供更多元的電子支付方法 預計2022年 普及率會達到百分之百 一定要有一個外來的 一個很強烈的因子 才能夠使得他願意 而且他也想去改變 他這樣以前的一個方式 這次疫情呢 確實是促使這個市場 數位化的一個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定的單就是我們多賺的營業這樣子 然後我們的心態是這樣 很方便啊 大家手機拿著打開就可以付款了 會用網路這一塊 都是年輕人比較多 像長輩的話 阿姨們他們其實都沒有用過這個下單 大概880 很不方便 早上來就一直在逗很忙的 我們所有擁有的 我去看那個網路很麻煩 數位傳達的便利與快速 不接受也不意味落後 改變是好是緩 見仁見智 科技操作 雲端上的營火兩氣 未來肯定 都是一種大家必須接受的 滿漫共識 其他類似的平台可能會更多 或什麼 可是它這個平台 應該就是會維持住這樣 海鮮攤的顧客對生鮮品質 和外送速度的要求 肯定要提高標準 客人比較少進來的時候 還是有幫助的 未來其實就是這樣子 疫情這段期間 其實我們接受到的客人 跟一般來我們市場購買的客人 是不大一樣的 配合的業績 大家業績都有在成長 過去以實體交易為主流消費模式的 傳統市場 部分攤商在疫情的順水推舟之下 跟著外送平台一起充滿器材發現 其實早該如此 也慶幸還好只是起步晚了點 客人減少了很多 做了這電商平台之後 每天至少有一些收入這樣子 當初為了那個佣金問題放棄 有一點可惜 網路這一塊他們是滿成熟的 那現在結合到我們現在的傳統市場 剛好就是真的是無通銜接 然後就大家都很快就配合上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趨勢沒有錯 傳統市場我希望越多的人流進來是越好的 那一假如沒有人流進來 你光靠這個傳統市場自閉就要沒落 外送平台推出銅板架和不定期折扣 都是傳統市場轉型數位 吸引消費者網路採買的強大誘因 一旦拉長動線距離和保鮮如何兼顧 這是中小型食品業要面對的挑戰 位在新北市金山區的地瓜園 向來都是以田間體驗 現採地瓜 咬烤現吃為主要賣點 我喜歡面色的出來 面對病毒隨時可能的威脅 還是得調整精品策略 其實我們已經好幾年沒有自己挖了 都是客人來就可以把它挖光光 今年大概就是很多東西都是要自己來的 這個地頭 所以我們才知道地瓜在哪裡 一場疫情風暴 讓原本的農村體驗無法順利進行 像是新北市金山區這邊的地瓜業者 他們從山極景界以來 都要像自己這樣子下田來挖地瓜 而且還要自己找通路 想辦法把產品賣出去 搖熱了 地瓜熟了 脫皮而來的香氣挑戰嗅覺感官 所有的體驗活動 所有的群聚活動 全部都暫停之後 你只剩下產品 未來如果疫情再延燒起來的時候 我們要因應什麼 所以像我們這一兩個月的重點 全部都是在開發產品類的東西 真的有在烤嗎 有啊 剛剛有補木炭下去 其實還是要靠爐子的溫度 這就不大一樣 冰烤地瓜大概是我們最主要的產品 那後來我們陸續去開發了所謂的 地瓜的吐司 地瓜的麵包 其實做這個是因為我自己喜歡吃的 那時候不能逛夜市 我就問那個師傅說 你要做地瓜球 這要稍微切 邊做邊摸索這樣子 不會客訴之後再來買機器 中小型食品業過去以物流完成產品接單配送 疫情下包括園區體驗 內用為主的觀光型態改變 也影響營收數字 產業成敗的關鍵因素 如今運費先決 台配的尺寸啊這麼小而已 所以它能裝的東西有限 所以它的費用相對還蠻高的 疫情期間 業者和便利商店雙方攜手合作的銷售平台 大幅拉低了冷鏈成本 這些尺寸啊 它的運費都是100塊 業績原本備受打擊的產業 在危機存亡的2021年夏天 縱使疫情設下了令人有些招架不住的難關 他們順利也幸運找到解方 疫後時代的時候 它可能團購的角色會被稀釋掉 所以家庭反而是主要的市場 會開發一系列的產品去對應到家庭 沒有疫情的情況之下 它對我們也是開出了一條新的道路 在這個疫情階段你會發現說 有些物流業者是塞很多車的 可是便利商店平台是不會塞車 因為它本來的東西你就等要送到便利商店 它自己要開門 它東西就是要到它自己店裡面 而且這些平台是免抽成免上架費 我覺得這樣的物流機制 會解決到我們傳統以前面臨的一些困難 電到電 幾乎你們家樓下都會有便利商店 所以消費者的接受度也會非常的高 基隆中正區的正濱漁港財色屋對面 老房子所在的文青餐廳 主打美食與風景 在觀光發展不順遂的年代 在地特色產品怎麼賣出去 仰賴雲丹科技拉一把 他們期待努力撐過去 那飛魚卵其實是我們基隆很主要的一個水產品之一 飛魚卵相關產品以冷凍包裝宅配 過去以團購、軍攤、拉低運費 疫情促使家庭宅經濟發酵 運送成本若無法大幅降低 依舊是銷售壓力的癥結 飛魚卵的水餃 再加自煮嘛 這就很方便 疫情期間 行銷就是要靠網路 便利商店的冰箱就是你家的冰箱 產品可以讓更多人看到 然後也更願意到便利商店去做一個取貨 這樣子才能達到三年 大家都一起共好 傳統的買賣模式 要面對疫情造就的經濟難題 市場機制要革命 要勇於突破現狀 試圖改變困境 消費者可能都不想要付運費嘛 所以你便利商品要吸收運費 可是目前在便利商店的平台上 運費大概只有他們的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這樣 所以是可以負擔的 傳統市場它最重要就是人 把人都取代掉以後 傳統的人情味它就會跑掉 在傳統跟現代化之間 去尋求一個平衡的方法 買賣在線上交易 金流物流相互應援 有效拉抬雲端上的驚人業績 傳統市場的毛利率其實不是那麼高 但是因為外送品牌 他們有自己的促銷手法 那所以其實可以把量衝出來就還好 我們以前的客人他們都習慣用現金 因為我們也是屬於長輩的 整個都趨勢都是這樣慢慢在改 我們要跟著走 無論銷售或產地 藉著雲端擴大商機 2021年疫情下的商業生存之道 看似深澳卻不難理解 勇敢突破現況 好過坐以待斃 台灣各行各業 透過網路的無遠福建 持續摸索嘗試拼經濟 期待創造疫情下的奇蹟 迎接下半場更美的風景 透過網路拼經濟 這是2021年疫情下的生存之道 下個單元繼續來看 農民如何在艱困中突圍 把生鮮蔬果送到消費者手上 新材內容馬上回到華視新聞雜誌 有品質還有品牌 所以我們會先把品質這一塊 藉由我們可靠的夥伴 這邊先顧好 藉由現在的一些 新興的通路社群 他們變成一個示範的亮點 歡迎回到華視新聞雜誌 在疫情衝擊下 傳統農業與農民 也面臨了一場嚴酷考驗 他們得思考 該如何一路保鮮 才能將生鮮蔬果 運送到消費者手上 而在三級警戒期間 各地蔬果合作社 推出的蔬果香 也成為受歡迎的熱門商品 爆出大量訂單 我們實際走訪農業大縣雲林 就發現許多小農 在困境中不斷學習合作 試著將自己生產的農作物 在網路社群行銷 並透過雲端接單 順利將菜賣出去 從產地 市場到消費 2021年疫情經濟學 跟著鏡頭繼續來了解 沒種沒收入 種了怕沒銷路 傳統的農業最需要的 就是行銷 這個都叫做實機財 人還是會回到街上 去做他們原本熟悉的事情 農民團體不是弱勢 怎麼去合作 這個就很重要 鄉間農田 往事裡頭 太陽高掛的上午 是採收短期葉菜的 最佳時機 現在那個什麼 試況不是很好 早一點割了 採用盥形農法耕作的青龍 在烈日當頭的土地上 毀寒耕作 討生活 疫情嚴峻的年代 想讓蔬菜賣到好家前 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容易 疫情期間 其實我們很想要 想出自己的一條路 可是蔬菜類對我們來講 算是有一點難度 盥形農業短期葉菜 幾乎都是大名雞羹座 如果想要自食其力 用雲端力量銷售出去 恐怕會有一定的困難 同樣一種菜 你不可能一次買20公斤吧 可是變成大家一起合作 比較有機會 要找到志同道合了 真的也是不容易的事 短期葉菜的生產期短 耗存量大 想要憑現金 又考量運費 分工合作 恐怕才是明智的抉擇 合作農場提供了場地 讓剛才收的蔬菜 有保鮮的佔存區 幫農民做領地 讓他們有通路 可是還是通路還是有限 想辦法打開通路 是有效獲利的唯一出路 像以前那種傳統市場 它是跟每個農民都賣 可是現在都只有超市 超市都獨立一人 然後叫的農民 就那兩三個 採收下來的菜 得快速再熱 這是農民口中的鐵尖熱 這位貼真空域呢 你看它裡面就是冰的 你熟它 你身體運氣 它就是冰的 一路維持低溫運送 才能讓蔬菜抵達拍賣市場的時候 持續保有不錯的邁向 就是網路全部都是運費 就是物流拿去的 我本來是拿不到 蔬它從土裡長起來 它本來就是不帶包裝的 在疫情過後要更省事 這件事是不是我們的人 要多花一些時間 或心力去做更環保的事情 不想去的啦 如果有現菜 才會比較好吃雞腿 很單純的靠我的插畫 一開始是FB社群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慢慢有吸引到一些 本身就很關注小農本身的消費者 然後他們就有被我們的故事打動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開始有人敲碗說要買菜 就這樣開始了 透過社群網路有相同理念的小農 小農 青農 相互合作 在三級警戒期間 他們透過網路集結 立體也必須團結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這裡是LJK十個台 FM387.779 西螺小農 媳婦兒還要來挑戰深蹲 雲林在地青農們 合力從雲端 將消費者的購買力 迅速同整那邊 然後來 開始 來 農民的朋友都是農民 然後我們就會開始找 自己認識的農民 所以農民對農民的信任感也是在的 所以他們是願意跟我們一起 努力說 沉香出去這樣子 我覺得持續喔 我覺得持續喔 最近就8公元還送通 不要讓那個菜市場專美 而且 這樣380很便宜啊 對啊 疫情一開始我們的 成長業績這麼多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說 這件事一定會有結束 5月 對 15、16差不多 看到那個數字 你都會一直揉我眼睛說 真的還講 就是這個都叫做實機財 這個時期過去的人 還是會回到街上去做 他們原本熟悉的事情 這個疫情逼得大家不得不在家裡買菜的時候 他就開始慢慢可以接受 可以習慣這樣子 讓消費者適應一點點說 買菜 在網路上買菜一定要付運費 農民在無計可施 通常市場拍賣是最後一步 這個是交給市場的 哪一個市場 就是像是一次或二次或拍賣的 或者是交給航空 我像這個就是自己想賣 就是我們都是襯金的 這樣就是一包一百 一包一百 這是自己在這裡買這樣 對 就是 我今天就會去西螺那裡 跟兩邊加 坐坐 謝謝 好 老闆娘好吃 大皮鄉的王怡君 三年前從網拍進入傳統農業 透過社群粉磚 行銷番茄和小黃瓜 是網路上名機響亮的雲林 在地青龍 以前我也是從 一包也是送 慢慢的經營到 越來越多的客戶 就是當客戶 也有自取 也有做宅票 你要50喔 那你等一下 透過網路銷售 附近的居民 包括外送員 都知道王怡君的文式產品 很出名 感謝喔 這是我的名片 如果有需要的話 可以打電話給我 感謝喔 我們還有分錢喔 好 只有我們家的產品 只有一些些而已 但是我就透過 自己烏龍好的好朋友的一些 像西瓜啊 或者是狼瓜 這個西瓜達人很做 對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們這裡是 這一個西瓜達人 我剛才要煮 剛才要煮 剛才才拿著小黃瓜 農業不簡單 簡單非農業 一搭一唱 農民有笑有淚的日常 成為網路行銷的另一個賣點 人生有時候也要請求這條小黃瓜一樣 不管你怎麼做 還怎麼跳 但是我們也是要 微笑一下 好 最後 台灣偉大農民 加油 有能力自產自消的小農 畢竟是少數 產量功過於求的時候 國菜合作社扮演的角色相對重要 要北上進入拍賣市場前 生煎及貨員與佔存區 免產量約3600噸的國菜合作社 肩負眾人 它在30分鐘內 把田間熱從30度去 拉到5度左右 如果是用一般的冷藏設備 大概需要12到24個小時 農產品從產地到消費者手上 這是最後一筆路 我們的蔬菜從採收後 它的品質每一分鐘都在衰退 這個菜看起來有點皺皺的 其實它是做過預冷的關係 沒有做過預冷的話 它的情況就會更糟 農民如果能夠直接送打消費者 那是最好的 那可是畢竟農民能處理的量還是小量 因為疫情的關係要必須減少人跟人的接觸 其實很多小農生產到包裝到禮貨到出貨 已經這個程序已經完成熟了之後 它可以再加入其他的農產品 或者是再由其他的更多的小農來加入 複製出一個很好的出貨的團隊這樣 蔬菜香大賣 這是2021年台灣農業 食料未及的一個紀錄 卻也讓過去大量仰賴網路行銷的小農 開始心思下一步該怎麼規劃 才能繼續搭順風車保持產銷通常 我們的品牌形象跟原本的品質還有訴求要維持 那如果願意支持我們的 他還是會透過網路給我們買 才能再養成他們回來購買的習慣 自己的菜自己賣才能保證最大獲利 若是無法持續穩定供應 往往成了小農的最大招門 我們也都常鼓勵農友說不要把雞蛋放同一個籃子 他要自己賣我們也支持 然後我建議就是他一部分應該要找包裝廠 或者是說像我們這樣農企業還合作 這家位在台中市大渡區的國財合作社 從2020年4月開始規劃宅經濟蔬菜箱 當年的出貨量只有1200箱 而到了2021年5月三級警戒期間 3月出貨超過1萬箱 爆量訂單讓第一線的產地農民 合作社和物流都面臨同樣的問題 蔬菜箱在設計上它是最難掌控的是 整個原物料端的這些蔬菜的品質來源 他會隨天候的因素去做一些變化 我們會跟農民來做契作 我們也會提供給他們一個價格的保證 他不必擔心說我今天種好以後 我不知道賣給誰 蔬菜箱內的變化帶給消費者驚喜 也串聯雲端商機 成為農業疫情經濟的加速器 就算後續疫情逐漸緩和下來 我覺得整個消費的型態一定都會轉變 不管是線上購物或者是像這樣蔬菜箱的需求 一定都會比之前來得更好 蔬菜箱在2021年三級警戒期間 異均突起成為雲端農業的賣點 隨著逐步解封大起大落的訂單 短短幾週流失掉了八成客戶 但部分蔬果合作社仍維持穩定的出貨量 熱賣趨勢或許暫時推燒 但上網買菜這件事卻不至於泡沫化 位在全國最大蔬菜產地雲林 貨源充足 卻也相對形成激烈競爭的市場機制 西羅地區合作社林立 怎麼將器做小農的產品完整包裝快速販售 分工合作是必要元素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採收回來的小黃瓜 從哪裡來的 這個在土庫 包好了要出貨的小黃瓜 網路電商這個平台來講 肯定會是另外一個商業模式 那其實要克服的就像在運費結構的部分 怎麼去把它降低 這個讓大家都有辦法去balance 掉 準點率的問題 農產品把它轉換成商品的時候 那個才是重點 接近消費者端你的利潤才會比較高 如果你要走數位的話 勢必要倚靠宅配業者 想直接販賣蔬菜 農民會遇到的問題千篇一律 他們往往都會在運費上卡關 天人交斬 常常遇到就是說我們今天 例如說他買了200塊的蔬菜 他的運費可能就要200塊 桃園是巴德區有機小農黃文寬 溫室種植的蔬菜面積大約兩分地 他的農作收成 大約70%供應學校的營養午餐 2021年5月全國學校停課 怎麼幫蔬菜另替順暢通路 問題迅速租上檯面 現在如果我要送的話 大部分就是希望用團購 盡量不依靠宅配業者 去做這樣的銷售 中興大學職務病理系畢業的黃文寬 2015年開始了他的有機耕作計畫 2019年他嘗試過 所有可能減少運送過程的方法 但無論從雲端或網路 都找不到販售捷徑 鯊魚而歸 然後如果又要去顧及到銷售端的話 真的是 沒有時間 無暇顧及啊 後來我就會覺得說 大家各賺各的錢 我們就專心的在生產上面 我們推蔬菜箱 我們沒有自己的物流啊 你就必須去靠別人 然後這樣他們的物流就很貴啊 好 最新鮮的早上現在了 小農生產技術不斷進步 銷售也必須跟著時代賣懂 有機菜它的倉儲時間也比較長 所以說其實並不需要每天都配送 有品質才有品牌 所以我們會先把品質這一塊 藉由我們可靠的夥伴 這邊先顧好 那再藉由現在的一些 這個新興的通路社群 他們變成一個示範的亮點 逐步改變生存策略的台灣農業 隨著疫情發展 勢必要加速數位腳步 蔬菜箱這個東西就是 很早我們就想要去嘗試 然後當初我們設定的方向 是在栽經濟 傳統農業不得不改變 以往的銷售模式 品質真的要顧好啊 因為你未來的路還很長啊 讓在這個古等耶 農民團體不是弱勢 怎麼去互利 怎麼去讓利 不論自食其利或相互合作 疫情下的農業經濟學 從產地不過層層轉運 快速通關 銷售這門深奧的學問 是必要勇往之前 朝著數位雲端大步邁進 疫情加速了產業雲端革命 也正大幅翻轉民眾生活 與消費的樣貌 勇敢創新 才能在逆勢中站穩腳步 換危機為生機 台灣加油 我是陳喜君 我們再會 如果他們喪失了在野外自己密使的一個能力 糟糕我們人類的未使是害了嗎 人類一旦沒有的時候 遊客都消失的時候 這些動物不曉得該怎麼活 沮雲 做到達山市場 全民族沒有過荷浮沼 或許可視場 登山市場 一旦就在家裡 我們iled好 下面 有多遠處 我們要按照